當時你問那個韓國瑜的時候 韓國瑜答應你結果後來跳票嘛 是 那我們現在就要問侯市長 侯市長 你現在要選新北市長 那如果你選上了 你會不會去選2024的總統 我幹嘛這個跟人民有點欺騙感情 他們幕僚跟我講一句話我覺得蠻好笑 我一定要把他講出來 啊就給家王當新北市長嘛 然後就叫侯友宜好好的去選他總統 所以啦 你很希望侯友宜去選2024總統嗎 我希望他在2022年底的新北市長 跟2024一月的總統要二選一 其實這也是你當時嘛 當時你問那個韓國瑜的時候 韓國瑜答應你結果後來跳票嘛 是 那我們現在就要問侯市長 是 你現在選新北市長 跟當時韓國瑜是一樣嘛 那你會不會選總統 我認為說要就選擇選市長 那如果弱選他當然可以去選總統嘛 因為這個歸零啊 但是我當選喔 我當選新北市長 我是會答應做好做嘛 可是侯市長在閃嘛 那事實上他又回答說勇於承擔 這反而是你當時問韓國瑜的問題 你現在應該要問他啊 侯市長你現在要選新北市長 那如果你選上了你會不會去選2024的總統 我是不會 但他應該是心裡面定了嘛 就是他要選2024 現在這來選2024 我覺得這個跟人民有點欺騙感情喔 因為這是一個契約嘛 像說我們要因這個討論 我要來應徵新北市長的工作 我要向市民老闆來講說 如果你給我機會我會坐滿嘛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你問我 我反而是應該問你才對 因為你以前問過韓國瑜 我也蠻好奇他會怎麼去做 對對對 因為畢竟民調 選總統的民調聲量 之前有做嘛 算蠻高 藍營裡面他最高 對對對 以藍營來說 那的確對他來說是個難題 那這個反正 你已經把球掏出來了嘛 那當然他一定要接球 那這個就是他永遠並不掉 早接晚接 選了2022的新北市長選上 那他應不應該去選2024那種 以你的標準 以我的標準的話 如果他黨內 國民黨出選過了 如果他 就看他到時候他怎麼講 因為韓國瑜是有說 韓國瑜那時候是有講一句話 他就說呢 高雄市民給我機會啊 我怎麼敢落跑 對對對 他自有講這句話 他就看 就看 就看 韓國瑜他怎麼去 怎麼去面對這個啦 那當然我個人 我是希望 當然他這種人出來找出一下 因為我們是做選舉的嘛 會比較精采 但是如果他沒有講好 這當然 會對他肆意懂傷害 站在我的角度來講 那為什麼 如果他選上新北市長又去選總統 那為什麼要選兩次新北市長 所以我的訴求嘛 就是說其實他沒有選上新北市長 他還是國民黨最強 還是可以去選總統 所以就不用浪費這張票啦 所以新北市長就投給我 不好意思啦 雖然我跟侯大有熟 我剛剛 他們幕僚跟我講一句話 我覺得蠻好笑 我一定要把他講出來 啊就給 就給家鄉當新北市長嘛 然後 就叫侯友宜好好的去選他總統 所以啦 對對對 市民會贏最大的贏 站在民進黨的立場啦 我只是 笑話笑話跟大家聊一下 音樂 音樂 音樂